雖然道理都懂 很會講世間的話 但是就有一點傲慢 他認為我說了對 他就是對 就是變成躁鬱症 那我們佛教不一樣 我認為你寫這個 如果你能夠知道你是生病了 你要首先承認 要消除這個傲慢 所謂躁鬱症就是傲慢 自用自己的想法 然後你願意聽別人跟你建議 你就有救 那如果別人跟你建議 你也聽不下去 那你就先吃藥 先吃藥 然後再跟格西拿一點甘露丸 再吃一下 然後再來你就不要亂想 超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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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心經 一個字一個字 就讓你慢下來 而且你在超經 佛就在加持你 特別超經的時候 比念經功德還大 佛就會進入你的心 一直讓你安靜 一直安定 這樣 然後超完心經以後 拿去拜 拜佛 拜九拜 然後有體力 拜二十一拜 拜四十九拜 就消業障 我看過有幾個這樣成功了 但是基本是他要聽話 所以請問你聽話嗎 如果聽話就沒問題 像我爸爸是不聽話 所以他就吃鎮定劑這樣 所以他覺得他吃了他就好睡覺 他不吃他就 他又要幹嘛了 想法又很多 所以 來 法會功德 回向 不平靜的心 憂鬱的心 躁鬱的心 躁鬱的心 及身旁各種冤心在足 各種業力 歐阿佛 身心自在 身心自在 快樂自在 快樂自在 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 好 請問 一個 心裡有憂鬱躁鬱的 能夠停下來 我不管我的想法 南無阿弥陀佛 南無阿弥陀佛 他會不會好 看你要不要念 就說 你願意把你自己 全然交給阿弥陀佛 全然交給觀音菩薩 你的心就平靜了 就是所謂憂鬱躁鬱 就是相信自己 剛剛講 相信自己的傲慢 用自己的想法 然後你就 定不了他 定不了他 那你就不要相信你自己了 你就 相信佛 然後 專心的念 或是你要用 拜拜的念 南無阿弥陀佛 用念珠來念 也可以 法會功德 會向黃玉清老菩薩 身心自在 繼續 冤心在主 好 我們再三個問題 好不好 你們問問格西嗎 有嗎 後面 後面 阿弥陀佛 師父晚上好 弟子在下 有一個問題 想請問 請教 弟子從 YouTube 也就是在網絡網絡 看到在台灣的 義工要受 某些基本的訓練 才能當義工 然後 弟子是想問說 能否派新加坡一些 弟子過去台灣搜尋 弟子有這個建議是因為 我老師說 我曾經 我是當義工 我是在法寶主的 曾經有信眾跟弟子說過 說我們 我們有滿 有些義工還是需要 受多一點訓練 謝謝師父 謝謝 謝謝 你的建議 我們在台灣也差不多了 因為我 比較痛苦 你都知道 因為 我天天都在外面流浪 所以呢 我們每個地方都有一個會 然後都有很多義工 不是光台灣 不是光新加坡 包括整個歐洲 日本 每個地方 我們都有很多很多的義工 那當然 我也希望哪一天 我現在有經常每一年 辦一次兩次的 短期營隊啊 或是出家營隊 然後 當然我都希望義工先參加 那這次我在台灣 就是選在十月二號 我們台灣的大部分的義工 我們有將近十天的 大家互相修行 當然我也 如果你這樣提 我們希望將來 新加坡也找個幾天 但是 義工 所謂的訓練 最主要是心態 心態 那 這個東西是屬於修行的 這也不是說義工擁有的 那當然 像我也去慈濟看 慈濟的義工 他們 訓練得不錯 非常的 嚴格 因為 這個組織已經五十二年了 而且很有福報 所以他們有很高的榮譽感 因為加入這個團體吧 所以 當然 很多人問我說 海濤法師 你怎麼沒有 我說 我連到場都沒有啊 因為義工 如果他固定在一個地方 經常這樣在一起訓練 穿個制服啊 會好一點 偏偏 我們的活動實在有一點亂亂 什麼燕貢啊 放生啊 然後點燈啊 藥貢啊 消災啊 拔肚啊 所以我們那個海外的義工說 海濤法師 你不要叫我來 或你們這邊像雜菜謎啊 事情那麼多啊 千百億變化 一下變那個 一下變那個 我們都已經發狂了 那他問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說 好像什麼都是功德 然後都做一做 不過 我只能說啦 亂中裡面不亂 那當然只能看自己啦 我認為有很多很好的義工 當然 也有很多剛來的義工 像我在台灣某一區 有一些義工 我只要去 他們十幾個都出來 個個像黑道 沒有人敢靠近我 這樣 因為我們台灣有一些粉絲很厲害的 然後他們就跪跪像黑道 嘿 師父來了 好 我就跟他們拜託 拜託不要說黑 我們只有阿彌陀佛 我們不能嘿 我跟他們講很久 有些人說 哇 師父你這樣說我不會來啊 我說我們出家人啊 出來就是微笑 我們說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不能嘿嘿嘿 站的時候還腳開開 又閉靡了 那沒辦法啊 那你說我怎麼訓練 因為他覺得我已經替你做得不錯了 所以 所以 希望 三保加持 我請台灣的義工來新加坡受訓練 請問是新加坡的訓練喔 還是台灣的訓練喔 所以 事情永遠是亂亂的 但是我們一樣在匍匐前進的 但是 希望到了淨土 你就看到了絕對的安靜 平靜 正齊 但是 世間 所以 我 雖然知道我們亂亂的 但是我們都很善良 不會貪財 不會好色 只不是說 我們實在是 哎呀這個活動很多 東西很多 對不對 那是真的如此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台灣 他們就 欸師父今天辦法會 或者說好 只准你講話什麼 燕工藥工乾的事實都沒有 好啊 不然怎麼辦 我也要去啊 所以那一天就有一點 可憐 因為 為什麼就覺得 哎呀 就像各位晚上來吃 來參加法會 都沒吃飯來了 你看多可憐啊 我就會感受 可憐啊 那個鬼很可憐啊 大家都沒吃 一點都不精彩啦 所以 當然也可以 不過 我認為 我們有幾個法師 在帶益工訓練啊 但是 老實說 我也跟法師說 欸你也要訓練啊 因為法師也是人啊 然後 你會用你的想法來做事 所以我認為 這是我們的共業吧 這樣就好了 因為慈濟有慈濟的共善業 這麼整齊 我們也有我們的共善業 哩哩啦啦 烏合之眾 滿快樂的 然後呢 就 就如此吧 我已經不敢要求了 所以 因為這是我已經 二十年的經驗了 我已經發覺 曾經我們有一個道場 訓練的很嚴 結果那些義工啊 都每天都很壓抑啊 哇 那個法師那麼嚴 我們好像在軍隊一樣 大家臉都不會笑 這個義工不會笑呢 然後就罵起人來 就很兇啊 後來我就全部把它換掉 你沒辦法 我們以為我們來軍隊啊 沒辦法啊 上面這麼要求啊 哇 那麼兇啊 所以 雖然他管得很嚴 但是這個嚴 變成一種 不自然 所以我沒有說不要管啊 我是說 這個 最後一定會很整齊的 但是大家就 保持一個忍辱跟學習 互相感染 我認為佛教有一個最好的方法 佛教不是支配這個世界 佛教是什麼 一個人發光了 慢慢旁邊就會發光 你把你自己做得很好 但是我們忍受別人的不好 所以 這樣會更好圓滿一點 然後慢慢一個會變兩個 兩個會變四個 我想這是個人責任的問題 就像我 我老實說 有人會說 海盜法師 你怎麼不組一個這個 出家訓練團 把你每個都訓練成標準一點 我說你找我 你就給我面子 好像我滿標準的 但是我說 很難耶 對不對 這個真的很難耶 因為出家人 誰聽誰的 對不對 因為各有各的道場 教派啊 等等等等 除非你術士 跟他結了很多很多的緣 他願意聽你一下子 不然你沒有在他身上奉獻過生命 他很難聽你的 所以我想 在這一點應該如此 好 還有問題嗎 師父晚上好 請問關於佛像的問題 最近剛跟有人談起佛像 才發現到家裡的一尊女樂佛 是父親已經很久以前 擺在佛堂 在家裡的佛堂 之前都沒有供養 這尊女樂佛還有其他的小孩子 連這尊米樂佛是屬於我制的 有人說 跟有人談起佛像 他是說最好不要供養 參雜小孩子的米樂佛像 因為不只這尊佛像 還有其中一個小孩的腳有 不懂為什麼缺陷了 就是不見 之前沒有在意啊 因為家裡人是沒有供養 也沒有像供鄉 不過因為弟子學佛了之後 就開始供花供水這樣子 是覺得有點不安 請師父開始 另外之前弟子看到 在外面看到那個佛像 地藏佛還有藥師佛 看了很關係 忍不住開始買 放在家裡 擺在家裡的櫃子 因為佛堂已經沒有位子 請法師開示這點OK嗎 請你開始謝謝 我想 彌勒菩薩在中國 視線胖胖的旁邊很多小孩子 這是一個真相 因為本來就有這一幕 就是說 彌勒菩因為很胖胖可愛 小朋友很喜歡他 拉他耳朵啊 拉他手啊 他都不在意 而且 怎麼拉很長 小朋友就很快樂啊 因為彌勒菩薩他就是要 讓眾生快樂 所以顯現這個像 這是可以的 至於你說呢 他腳如果壞掉了 你願意幫他修補修補 也無所謂 那我想佛像本身是讓我們 一個學習的心態 那如果你學到了彌勒菩的這種 對眾生的忍辱柔和 那這個像對你有幫助 無所謂 那 如果當然如果你覺得信心不夠 那你就請來給格西念念經 等於有一個開光加持就好了 然後至於他的外表 你願意花一點錢幫他整理得更莊嚴 也可以 然後 當然最主要是彌勒菩薩代表什麼 那你要去了解 他代表一種快樂平等沒有分別 希望這個快樂平等沒有分別的 心跟世界趕快來臨 叫人間淨土 都算內願等等 至於你說呢 你請了要師佛地上菩薩的形象 放在櫃子裡面 也無所謂 因為佛像重點是你願意去尊敬他 去學習他的心態行為 要師佛有要師經 我們念念要師經 怎麼去實踐要師佛的修行跟願力 地上菩薩有地上本願經 那我想 由向而對他的法的深入 而把這個法變成你的身心的 對別人的行為 那就最重要了 你學習要師佛的這種八萬齋戒 供花 這種願力 持咒 那至於每個人家裡有每個人自己的方法 當然如果你有空間給他擺得很莊嚴 當然你有錢 你可以把它弄得很莊嚴 看起來更舒服那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不方便 就像很多學生 他在亂亂的書裡面擺一尊佛像 他也很莊嚴 像我自己 在台北住了就是亂亂了 我佛像就是亂亂了 但是我只是因為我太忙 人家送我一尊我回去放了 送我一尊我放了 然後我就會看到他就想到那尊 他們的想法比較重要 那平常也沒有人再進去吧 但是外面的佛堂當然莊嚴 但是我的房間是如此 所以應該如此 好 這邊有個問題 他說 希望失誤傳三歸五界 好吧 如果你願意受 我想每天都呼吸 修學佛法 從一開始到最後 不離開三歸一 就這麼簡單 你到了極樂世界幹嘛 念佛念法念身 保持正念 所以永遠得到三保的加持 這是快速成佛的方法 所以每天都讓自己歸佛歸法歸身 然後呢每天都檢討自己的行為 呼不符合戒律 五界十善 然後呢 菩提心的儀鬼 菩提心的教條 每天都願意 所以我們來為眾生也為自己念 好來 南無常駐十方佛 南無常駐十方法 南無常駐十方身 南無本是釋迦摩尼佛 願為三保弟子 當願眾生 歸佛 歸法 歸身 歸佛境 歸法境 歸身境 願受此五界 願受此五界 學佛不殺身 學佛不偷盜 學佛不偷盈 學佛不邪淫 學佛不妄語 學佛不飲酒 願斷一切惡 願修一切善 適度一切眾生 學佛不謂 好 我叫每天都三歸五界 念一下十善也 念一下四宏四苑 然後菩提經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涛法师红法行程 1月20号星期一 上午10点 印尼巴弹岛 校园生命教育 下午2点 新加坡 关怀特殊教育院 1月21号星期二 下午3点至6点半 新加坡关怀活动 1月25号星期六 弥勿菩萨圣诞 念定光如来 池摘楚瘁四十节 等池如燃书圣功德日 山行云俄行程一百倍 原始天尊万岁 上午10点 半桥悲愿死 博相开光 新春开世 下午6点 新北市佳琴运销合作社 点万灯 购万水 护生祭此被施食 联络电话 02-2951-0565 1月26号星期日 下午2点 台北生命道场 迎新春 念众生感恩讲座 点灯电话 02-2550-9900 1月27号星期一 上午10点 新店大名讲堂 新春开世 石贡药 即护生法会 联络电话 02-2917-8855 1月28号星期二 孙天一尊人千秋 上午10点 树林菩提讲堂 新春祈福法会 点万灯购万水 即心灵讲座 联络电话 02-2688-508 1月29号星期三 上午10点 市立桃园特殊教育学校 新春祈福 点万灯购万水 即消灾法会 联络电话 联络电话 桃园中心 03-347-7666 桃园道场 03-331-0553 中立中心 03-422-8806 1月30号星期四 定光古佛圣诞 葬礼重日 清水祖式圣诞 上午10点半 慈悲基金会 新竹分会 新春祈福财神法会 联络电话 新竹中心 03-545-6691 元启佛学会 03-545-6692 新竹中心 03-533-7368 1月31号星期五 上午9点半 苗栗红法禅院 新春祈福药师法会 供送药师金 点万灯购万水 石贡样 记忆为卢饷宴 联络电话 03-7991-513 03-7336-026 2月1号星期六 炼药师流离光如来 池摘处罪三十节 五殿炎王圣诞 上午八点半 台中五方讲堂八观灾戒 联络电话 04-2238-9987 敬邀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六时吉祥福寿真 生命殿市屏东地区举办传授八观灾戒 县石贡 护生 点万灯购万水 药贡既慈悲诗实法会 恭请海淘法师主法 日期 2月5号星期三 大年十二 上午九点 地点 屏东万丹慈悲超度道场 地址 屏东县万丹乡专辽村 合体北路501号 点了电话 08-751-6018 08-751-6018 访会备有免费消灾超键排位 提供大众填写 上午八点至八点半 与屏东火车站南二门备有接驳车 春银翔同祈福 生命电视台南地区 举办传授八观灾戒 即消灾祈福供灯法会 点万灯购万水 药贡既慈悲诗实 恭请海淘法师主法 日期 2月6号星期四 大年十三 上午八点半 地点台南麻豆园区 地址台南市麻豆区 安夜里81号 连的电话 台南道场 06-213-1112 台南西区中心 06-258-9177 台南新营中心 06-659-2367 盐水药师道场 06-652-2170 高雄路逐中心 高雄路逐中心 07-607-3377 返回现场备有祈福卡 供大众填写 102-123-1330 岩达沟 9-417-34-147-346-587-37 与充填写 高雄路逐中心 102-123-21-227-357-358-41-19 電话老覆讯有祈福卡 1-127-358-455-837-148-428-477-148-498 苏可泰遗迹公园 位于曼谷和其迈之间 距曼谷约440公里 原意是幸福的黎明 泰国在1257年到1436年这段期间 在历史上成为苏可泰王朝 也是文化根源的摇篮 有关泰国的文字 艺术文化与法规 很多都是由苏可泰时期开始创立 在苏可泰遗址中 保留着昔日的佛寺和宫殿 在古墓间散发着灰宏的风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父带领大众来到苏可泰古城遗址 朝礼佛像 慈悲诗实 大众乘坐园区导览车 在一片绿印和古老遗迹中 广行上贡下施的功德 这里面过去都是大雄宝殿 这个塔叫嘎当塔 嘎当就是菩提心的意思 所以以前在泰国东南亚 也是流行密秤大秤的佛教 所以讲的就是菩提心 所以菩提心讲的就是下世道中世道 中间原来代表大悲心 然后花菩提心最后登地二地 然后到成佛 所以佛塔代表佛的整个身口印 也代表佛的叫法身报身硬化身 也代表佛的这种成佛次第 所以看到佛塔就看到自己的生命的人格的发展 所以来供养十方出佛菩萨 所以来香花灯土果 茶食宝珠印 喝花水 им 哄阿虹 供养三宝 所有佛塔 来有米的撒撒米往上 或是水 然后代表供养三宝 沪法上身 哄阿虹 咄阿虹 咄阿佛塔 乌丹沙人昂加茄蜜 丹蒙沙人昂加茄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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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这个点要记住喔 这不够的微笑点啊 老公有外遇全部见了保持微笑 吴霞池